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除夕那天 我跟老公女儿一起回她老家所在的县城过年 年夜饭开始前 婆婆把我拉到一边 给了我一个厚厚的红包 这是我想不到的 因为婆婆素来不怎么喜欢我 别说给红包了 逢年过节的收了我给的钱 还少不得要在背后编排我两句 然而今天 她却笑咪咪的 兰兰 婆婆想和你商量一件事 她说的这件事就是她的小儿子 我的小叔子 谈了个女朋友 准备结婚了 但是女方要求男方家里有房 好端端地和我说这个干什么 我心里有些不祥的预感 果然 下一刻 她开口道 当年妈手里的那点钱都给你和何年去买房了 现在你弟弟要结婚拿不出钱了 人家女方家里着急 我想着 反正是一家人 要不然把你们的房子做小颜的婚房 我差点因为我耳朵出了问题 妈 你这是什么意思 新婚夫妇和我们住在一起算怎么回事 不合适 当然不合适 婆婆姨父一切都在计划之中的样子 我想着 你们一家先搬出去 给她们小两口先住几天 等怀孕了 和颜这个媳妇跑不掉了 你们再搬回来 人怎么可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我深吸一口气 压下心里的怒火 妈 这种事是诈骗 我不会帮你们欺骗一个无辜的女人 这种缺德的事情 我不做 说完 我转身想走 谁想到她却一把拉住我 开始生死力竭起来 动静闹大 把客厅里的亲戚惊动了 怎么了 怎么了 看着一脸关心的丈夫何年 我依然压不下怒火 压低声音道 你不如自己问问吗 婆婆声音大起来 哎呀 你有什么要说的你 直接说出来呀 我知道你这个当媳妇的 对我有意见 别被地理说呀 我就是想着一家人 想让你帮帮你小叔子 你这个孩子 怎么这么狠心啊 当年你们结婚 何妍她是不是前后照料着 你们结婚买房 何妍也没少借钱给你们呢 她一边叙叙叨叨地说着 一边抹起了眼泪 一副可怜的样子 我气得浑身发抖 几乎说不出话来 亲戚见了 纷纷上前想把她扶起来 婆婆见有人帮她 更撒起泼来 哭着哭着 她居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大骂我和何妍不孝 当年买房 骗走了她手头的积蓄 现在她没用 就不听她的 当年你儿子 可不是安前马后伺候我和何妍结婚吗 我们的礼金 她是一分钱没落下 全在自己口袋了 这么多年 我们说过一句话吗 我顾不上何妍的劝阻 一把推开丈夫 冲到她面前 我们当初买房 你和何妍当年一共拿了六万不到 还给我们算利息 这么多年拿那一笔烂账和我们扯皮 我们这些年光是何妍补贴她弟弟的 没有十万也有八万了 我还要说下去 何妍拉住了我 我注意到身后女儿还在张望 强压下火气 余光却又看到了旁边探头探脑的何妍 她今年二十来岁 黑瘦黑瘦的 因为打架斗殴混社会 高中都没有读完 在家当个浑浑噩噩的无业游民 给她找了无数工作 她总能被开除然后继续啃老 我冷笑道 再怎么样也是个二十几岁的男人 别遇到事情 只会躲在自己妈后面 没用的东西 我告诉你 除非我死了 不然我们家的房你想都别想 年三十的晚上 不顾劝阻 我拉着老公女儿去住了旅馆 在旅馆中 我压着火气向老公说明了事情的经过 老公叹息许久 没有说话 打开婆婆塞过来的红包 一叠折起的十元 还真是鼓鼓囊囊一大包 老公摸着我的背 委屈你了 你再忍几天 我们回上海 明年不回来了 只要我们不松口 没人能把我们的房子拿走 我掐着和年腰上的肉 我可警告你 我是不会松口的 你也得管住你自己 别你妈一哭天枪地的 你就什么都忘了 你要敢拿我俩的房子去孝顺她 这会儿我们立刻就离 和年抱着我连连保证 我这才在愤怒中逐渐睡去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更加恶心的是还在后面 第二天 春节 和年是个很传统的人 尽管前一天闹得不愉快 依然去了她妈家拜年 不过她还是很聪明的 把我和女儿留在了旅馆 过了几个小时 我接到了和年的电话 佩兰 我妈家的门没开 家里没人 和年的语气带着担忧 显然春节消失是很不正常的事 尽管非常生气 但是考虑到那是和年的家人 我立刻跟着她开始了寻找 各个亲戚打电话问遍 附近的邻居也问了 就在和年着急地要报警之时 婆婆终于出现了 拄着拐杖 气喘吁吁 显然刚刚从某地赶来 和年上去扶住婆婆 妈 你去哪了 急死我了 婆婆有些心虚地道 出门去看看远方亲戚 刚回来 你们着急了吧 走走走 回家 我给你们下饺子 婆婆仿佛忘记了昨天的不愉快 殷勤忙前忙后 还自动给我盛了饺子 和年几眉弄眼地看着我 那意思再明显不过 你看 妈还是心疼我们的 我却很难这样乐观 四处看了看 我发现似乎少了什么 妈 何言人呢 婆婆赶紧道 她出去了 出去了 她的语气支支吾吾 怎么看 怎么不对劲 我还要再问 何年却道 对了妈 我昨天把钱包忘在你这里了 你看见没有 婆婆摆摆手 先吃饺子 先吃饺子 回头给你找 我想起来女儿 站起来道 圆圆还在旅馆 何年 我回去看一下 你车钥匙给我 开车快一点 何年摸了一下口袋 钥匙在我钱包里 你让妈找一下 婆婆道 我没看见 你们找去吧 我反正不知道 估计是你们昨天掉路上了 或者忘在旅馆了 何年找了一圈 没看见何年的钱包 果断拿出手机 找不到了 报警吧 可能是被偷了 婆婆一听这话 有些着急 报什么警啊 大过年的 再找找 可能就是丢在路上了 我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 妈 何年去哪了 何年的钱包 是不是她拿走了 里面有我们一家的所有钥匙证件 不是开玩笑的 婆婆心虚地避开我的目光 又一向一边 小颜她朋友有点急事 所以借一下你们的车 她本来想和你们说的 我怕打扰你们睡觉 就没有打电话 我快步走到窗户边 果然 何年的车已经没有了踪影 何年也急了 妈 你怎么事先不说一声啊 我坐回位置 声音是我自己都没想到的冷静 她什么时候走的 婆婆扭过头 一副不想搭理我的样子 我强行压抑的火气立刻上来了 何年 报警 就说有人偷车偷钱 这种盗窃案 最少判她个十年 婆婆慌了 何年 你弟弟 马上回来了 不就是借个车 那可是你弟弟 我深吸一口气 打开手机 婆婆见了 就想上来抢 我直接躲开她 打开家里的监控 我们远在上海的房子 里面的监控是可以同步到我的手机的 果然 神秘失踪的小叔子何言出现了 我万万没想到 自己心中最荒谬的一种猜测 居然是真相 何年也愣住了 妈 怎么回事 还不明显吗 我们不答应给房子 他们现在要生米煮成熟饭了 何言没怎么来过我们的房子 但是婆婆曾经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 房子的密码对他们而言不是难题 我气得牙痒痒 从这里到上海开车要五六个小时 何言已经到了 就说明他昨天晚上就动手了 他们这是早有预谋啊 更觉得是他们把车开走 还把我们的证件带走了 没有了证件 又是大过年 都很难找到车 我们短时间也没办法回家 绝了 这俩人真是把事情做绝了 婆婆见识不妙 赶紧磨起眼泪来 何年 小言 她不像你 她打小不学好 也没什么本事 好不容易有个姑娘看得上她 你这个当哥哥的 你就帮帮她吧 算我这个当妈的求求你们呢 我一把拽开何年 我敬重你是长辈 你还有一点当妈的样子吗 何年有本事 有房子 那也是我们两个这么多年一点点奋斗出来的 凭什么要让给何言 她敢这样做 就别怪我们 何年 报警 婆婆顿时慌了 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你这是要害死我们家何言啊 何年 你就忍心为了她这个外人 让你弟弟坐牢 你忘了她是你弟弟了 她自作自受 关我们屁事 何年 报警 婆婆突然大口呼吸起来 一副喘不过气的样子 何年原本还在拨弄手机的手立刻停了下来 上去查看着 糟了 我妈有心脏病 佩兰 这么多年夫妻 我自然看得出丈夫眼里的恳求 尽管气得牙根痒痒 但是人命关天 我也只能先打120 有轻微的心脏病发情况 目前来看没什么大碍 不要让她情绪激动 后续的治疗再观察吧 护士指了指病房 继续道 老人家年纪大了 情绪激动 以后难免的 家属也不要太害怕 得知婆婆没事 何年的心终于落地 我也终于有机会开口 你妈现在已经没事了 我们可以报警了吧 何年叹口气 佩兰 你也看到我妈的情况了 如果我弟真的坐牢了 我妈肯定活不了 而且都是一家人 没必要闹到那种地步 何年 你之前是怎么和我保证的 你不是说这次不心软了 何年拉住我 我肯定不会答应何言的要求 但我们一定有其他办法 去解决这个事情 只要你不报警 我什么都听你的 何年虽然是个温文尔雅的人 但是一旦决定了某件事情 就一定不会退让 我知道 这是他的底线 真的什么都听我的 何年点点头 真的 好吧 这也算是达到目的了 并且我的报复手段和法律比起来 哪一个更恐怖 还不好说呢 有了何年的支持 我终于是不用再担心伤到丈夫 先打开了家里的智能开关 通过监控查看了一下此时家里的情况 何言正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 吹着空调睡大觉 我心中冷笑 别人的房子 你住得还这么舒服吗 等着吧 我的报复才开始 我更换了家里的门锁密码 并且进行了反锁 这样他从里面也打不开门 然后我联系物业直接停掉了家里的水电 并且告诉他们 我们家人要外出旅游 最近一个星期不会回家 房间里有任何动静都不要管 做完这些以后 我和何年回到旅馆 把手机关机扔到一边 点了桌饭菜 一家人一起美美地吃了一顿 期间 何年的手机响了无数次 都是那个已经失去联络的何言打来的 何年显然记得他给我的承诺 不予理会 到后来他也烦了 干脆也关了机 现在是过年期间 上海室外温度已经达到了零下 而我家在十六楼 在这种天气里 没有空调 无异于是把何言扔到一个冰窟窿里 到了下午 一阵紧促地拍门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 透过猫眼 外面是穿着病号服的婆婆 只见她此时面红耳赤 气喘吁吁 显然是一路剑步如飞 从医院跑过来的 哪里还有一点病人的样子 你这个死丫头啊你 刚一开门 她就直直地冲着我扑过来 你是要害死我儿子 你这个杀人凶手 何年丝毫没有犹豫地挡在我面前 拦住她妈 妈 你干嘛呀 婆婆占红了脸 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 坐在地上开始嚎啕大哭 你看看你找的好媳妇哟 她害死你弟弟了呀 我可怜的儿子啊 我冷笑道 怎么了 我不就是改了一下我自己家的密码吗 我来老家过年 不得把家里的水电断了 我干什么了 多正常的事 我也没有逼谁入室行窃啊 我也没有拿刀指着谁 让她进我们家房间 被我关起来啊 你在这儿哭哭闹闹的 别人还以为我做了什么不对的事呢 你 你 婆婆眼见着说不过我 用手指着我 半天说不出话来 立刻开始翻白眼 大口喘气 我已经看透了她这一套 立刻补刀 何年 没看见你妈又要发心脏病了 还不赶紧找120 我们先把你妈送进病房救个四五天 然后再来解决你弟弟的事 这一句话堪比华佗在世 扁鹊重生 老婆子立刻气也不大喘了 脸也不红了 白眼都不翻了 死死地瞪着我 何年哭笑不得 妈 你说你做的事叫什么事 婆婆拉着何年的手 何年 你看看你弟弟 上海那多冷啊 他又出不去 又没有空调 你老婆连水都不给他喝一口 这不是逼你弟弟去死吗 我在旁边冷冷地补刀 那我们也没办法呀 密码改了就只能改这一次 下次再改就要到一个月以后 水电要恢复 就必须要到小区那里去登记 这当然是信口说的 但是婆婆怎么会知道真假 当下一脸绝望 何年想说些什么 但是在我目光的监督下 他最终只是摸着母亲的手 这样吧 妈 我们现在就回去 把小颜带回来 我继续补刀 拜你弟弟所赐 临时身份证要三天才能下来 想回去 三天后吧 周佩兰 婆婆眼睛都红了 好了好了 妈 交给我吧 何年叹口气 我们找朋友送我们 这样快一点 大过年的 谁愿意啊 我站在何年身后 继续刺激他 人家不过年了 麻烦人家这么大的事 我们还得还人情呢 钱包也被你们拿走了 哪来的钱请司机 婆婆立刻跳了起来 钱包在 钱包还在 我给你们拿来 钱包的确还在 但是里面的钱和车钥匙都不翼而飞了 只有银行卡和我们的证件 这些盒盐拿了没用 所以留了下来 何年神色暗淡下来 钱包在 婆婆却选择了欺骗他 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我拍了拍丈夫的肩膀 示意他还有我和女儿 寒风凛冽的天气 坐高铁回家 着实有些折磨 不过想到某个坐在我家瑟瑟发抖的家伙 我的心情立刻好了起来 到了楼下 我让物业恢复宫殿 然后打开监控 查看了一下河岩的状态 他现在没有空调 又没有食物和水 正抱着腿裹着被子缩在被窝里 此时距离我停掉水电已经过去了二十多个小时 虽然这对于我来说 远远不够 我巴不得让他在这里关个两三天彻底涨涨记性 二十多个小时寒天洞地 再加上滴水未尽 河岩显然有些后遗症 哪怕开了空调 也是哆哆嗦嗦地说不出话来 我站在他面前 居高临下 河岩 你想生米煮成熟饭 我欢迎啊 我最喜欢胆子大的人 不过我这个人 就是喜欢摆弄手机 时不时换个密码 断一下水电 你想住进来 随便你呀 只要你做好时不时被锁进门里 断水断电的心理准备就好了 河岩哆嗦着 仍然不忘用怨恨的眼神对着我 我冷笑 这些年初来闯社会 我什么样的狠人没见过 一个靠妈救济的啃老族 想威胁我 然而 我没有想到的是 有一句古话叫做 宁得罪君子 不得罪小人 河岩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小人 而我低估了这家伙的不要脸和卑劣 河岩的到来 就像是一个急匆匆的小丑 从灯台到谢幕都是昙花一现 拙劣地表演 令人发笑 我们谁也没有把一个小丑放在心上 小小闹剧之后 依然是正常的生活 然而没多久 河岩回来了 嚣张地微信通知 高调宣扬着 我回来了 我被这只蟑螂的存在隔应得有些反胃 随手就想删除他好友 然而 接下来他却又发了一张照片 一张公园的照片 图片里 女儿的背影正坐在秋千上 尽管没有多余的字 但是隐含的深意令人不寒而栗 我立刻给带女儿外出的丈夫打了电话 何年 圆圆呢 电话那边 何年的声音有些莫名其妙 你别着急 我们在公园呢 刚才圆圆进去完了 我在门口等她 我的情绪有些不受控制 快给我找到她 如果圆圆真的受到伤害 何言 我死也要让你尝命 就在我急得焦头烂额之际 丈夫已经把圆圆带了回来 圆圆没事 你这么紧张做什么 我把手机递给她 你自己看 何言这是什么意思 丈夫脸色微变 这样一想 我刚才的确遇见何言了 难道她在监视我们 就在此时 我的手机一响 打开微信 里面是老公牵制女儿进门的照片 女儿的后背还被人歪歪扭扭地画了一把匕首 老公 现在怎么办 女儿是我的命根子 我根本冷静不下来 何年拉着我的手 放心 他可能就是吓唬一下我们 可是我们都低估了何言的歹毒 何年只是在咖啡厅接了一个电话 转身 女儿就不见了 看着丈夫焦急自责的神色 我只能安慰他 毕竟 有一个熟悉我们家的人时刻等着下手 这不能怨丈夫疏忽 我们只能焦急地四处找寻着 然而没过多久 我们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圆圆被人送到了警察局 看到急匆匆赶到警察局的我们 何言脸上笑容满面 嫂子 圆圆这么点大的年纪 你们可得小心看着呀 还好是遇到了我 要是不小心在哪个交通路口 遇到人贩子怎么办 开过来一辆车怎么办 我强忍着怒火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何言指着自己的裤兜 嫂子 我大老远过来看你们 没钱了 旅馆住不下去了 正好小侄女没人照顾 我也能帮忙保护一下 毕竟你以后是要上班的 我哥也是要上班的 孩子上下学 总有一个人落单的时候 你说 是不是 明目张胆地威胁 可是我不能说什么 在警察看来 这就是一个叔叔对于侄女的关心 没有人会相信 这些都是他安排的 何言是一个无赖 无耻之由 他可以用各种下作的手段 而我不行 我有家 还有丈夫女儿 我不可能真的和他拼命 他显然就是吃准了这一点 何言拉住我的手 欲言又止 我深吸一口气 何言 我这个人你也清楚 我不是什么赶尽杀绝的人 但是你弟弟要是在拿我们女儿做文章 我也不是你捏的 何言叹息许久 佩兰 要不然我们就让了吧 这只是短时间的退让 他们说会还 我摸了摸丈夫的脸 一字一句地告诉他 何言 我们让一次 就会让一辈子 我不会让我们家成为那个吸血虫的食草 绝对不会 丈夫似乎看出了我眼中的坚决 她握住我的手 佩兰 你还有我和圆圆的支持 我们和你一起 我忍不住笑了 何年虽然不激进 但是在担当方面 她不需任何男人 有她的支持 我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去做 何言大摇大摆地住进了我家 我忍着怒火 心中告诉自己 这只是暂时的 等到计划完成 它将会永远在我的家人面前消失 何言 我们商量了一下 房子是不可能给你的 借用也不可能 但是我们可以借你一点钱 让你自己买房 何言摊在桌子旁边 剃着牙 多少 我可先说好了 上海这种地方寸土寸金 你们要是给少了 我还是买不起 二十万 何言随口吐出牙签 那还是算了 我觉得住在你们家舒服多了 其实也没必要找什么女朋友 你们养我就好了 我自己哥的家 我待着肯定比其他地方舒服 我忍着怒气 那你说要多少 何言伸出五个手指 五十万 不能再少了 这倒让我有些意外 毕竟这里是上海 他说的五十万 根本不够做什么 不过这也让我输了一口气 毕竟五十万 我们还能拿得出来 我咬牙 好 不过你得给我点时间 我还有一笔资金没到账 到了就能借给你 何言点点桌子 一个星期 最多一个星期 要是我拿不到钱 你们就给我等着吧 他站起身 对了哥 我要出去吃个饭 给我点钱 两千 差不多了 何年咒美 我示意他先不要激怒这家伙 何年只得微信转给他 何言离开后 我拨通了叶秋水的电话 叶秋水是我的大学同学 也是多年的好朋友 算得上是我最信任的人之一 让他执行我的计划 再好不过 三天后 我们等到了合适的时机 叶秋水穿上昂贵的衣服 戴上明包明表 敲响了我家的门 何言打开门 看见门外的叶秋水 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这是当然的 叶秋水的美貌 在大学是很多人追捧的存在 何况他精心打扮了 对于何言来说 这样的大美女更是抵抗不住 叶秋水取下墨镜 一副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样子 周佩兰在吗 何言反应过来 不在 我哥我嫂子都出去了 这个时机当然是我们精心准备好的 叶秋水故意打量着他 你是 我叫何言 何年的弟弟 何言满脸谄媚的孝 您有什么事进来说 快请进 我给您倒杯水 不用了 我就是过来恭喜一下他们 既然你是他们的弟弟 就请你转告他们 他们那笔资金已经到这张卡里了 这一次分红一共五十万 记得让他参加庆功会 说完 叶秋水丢下银行卡 一副不想搭理他的样子 转身要走 何言听到了五十万 哪里耐得住性子 立刻拦住叶秋水 姐 姐姐 什么五十万呢 你不说清楚 我可不敢随便转告 叶秋水屁逆他一眼 嘲笑道 投资这种事儿 说了你也不懂 何言哪里肯罢休 追问不休 我见他已经上钩 赶紧在耳机里 安排叶秋水放鱼耳 叶秋水接到指令 对何言放出诱饵 你不会真觉得靠你哥哥嫂子那点死工资 能在上海买房吧 他们这些年能赚到钱 还不是靠我带着挖矿 比特币知道吗 我就是做这方面投资的 何言一愣 那不是骗人的吗 叶秋水吃笑 呵 当然是骗人的 要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东西是金矿 我们还赚什么 就是要大家都以为这是个骗局 我们这些知道内情的人才好从中间捞金 何言此时已经动了心 那 那我也想做这个 你不会骗我钱吧 叶秋水不屑道 别闹了弟弟 我们的资金盘早满了 哪里还有外人进来投资的余地 钱这个东西 谁愿意跟别人分 你那几个钢棒 我们根本看不上 叶秋水这话放出来 何言已经彻底觉得他不是骗子了 毕竟骗子怎么会把钱往外推 最终 拗不过何言的纠缠 叶秋水 勉为其难地加了何言微信 至此 我计划的第一步 成功了 回到家 我故意问起今天有没有人来找我 何言面不改色 今天有一个女的给咱家送了五十万 我想着 嫂子 你不是正好欠我五十万吗 正好就给我得了 之前我们说好的是我借她五十万 现在变成我欠她五十万了 我强忍怒气 既然这样 我们就不欠你的了 你什么时候滚出去 如果何言现在能见好就收滚出去 我就当出门被车撞了 治疗赔了一笔 何言把碗一推 踢着牙 贪手道 还没完呢 嫂子 我今天去看了房子 上海房价是真的贵啊 动不动就是上千万起步 我这五十万 啥也不够啊 果然 和我猜测的一样 这种人只会越要越多 我站起身 神色冰凉 我告诉你何言 我不是你妈 你别以为你能贪得无厌地吸我们的血 何言一听 冷笑着瘫在椅子上 一副扶不起的模样 随便你吧 反正我现在没钱没家 赖命一条 远远可漂亮可爱多了 我气节 你这个无赖 晚上 叶秋水给我发了他和何言的聊天记录 尽管手里已经有了一张五十万的卡 何言依然不满足 死皮赖脸地求着叶秋水让他投资 叶秋水笑着道 鱼儿上钩了 我不以为意 性格决定命运 何言不可能抵挡住金钱的诱惑 按照原定计划 先给他点甜头尝尝 于是一天后 叶秋水终于拗不过何言的纠缠 答应给他投资一点试试水 何言还是很有戒心的 初始资金投资只出了一千 不过这样也好 他要是真拿出个三万五万的 我们还真不好调动大额资金 叶秋水收了钱 过了两天 转手给了他两千二 这次运气比较好 市场回报高 连本带利一共三千 按照规矩 你是用我的账户进行投资的 利润我要抽取四成 何言看着到手的钱 想到三倍的回报 眼睛都红了 那我要是多放点 我岂不是发了 叶秋水不屑道 所有资本都是要成本的 还多放点 你能拿出多少 何言犹豫了许久 姐 我有钱 我妈那里还有一座老房子 不过暂时还在我妈名下 但是我妈说了 以后一定会给我的 全都是我的 叶秋水故意试探道 你妈的房子 你哥不得有一份 能全给你 何言极了 真的是我妈的 那里是拆迁房 拆迁款好几百万呢 就是还没到拆迁的时候 要不然我光拆迁款就足够了 我和丈夫坐在另一边 听着耳机里传来的声音 心底慢慢凉透了 这么大的事情 我和何年却完全不知道 果然 我们都是外人 叶秋水没想到 居然还有这样的内情 赶紧再接再厉打探着 钱都给了你了 你哥不得疯了 不得找你妈 何言不屑道 那个闹肿 我妈才不会给我哥呢 自从娶了那娘们 我妈就没看她顺眼过 等我拿了钱 直接搬出去买个大别墅 老子有钱 他们又找不到我 老子一个人快活 想到之前 何言信誓旦旦自己能在上海买房 原来还有这一手 怪不得这样自信 那他这样着急要钱 看来是想在消失前好好敲诈我们一笔 我看着丈夫的眼眶逐渐红润 有心想降低音量 何年按住我的手 佩兰 让我听完 让我死心 我只好握住她的手 无声地给予支持 夜秋水继续下套 你想投资也没问题 但是按照行规 我得抽成四成 不过她还是不满足 姐 这个利润也太高了吧 夜秋水回道 没办法 这行的规矩就是这样 你要是不想被人抽利润 就自己得有账户 何言一听 立刻上了钩 姐 那这个开账户要多少钱 夜秋水不屑道 真敢痴心妄想 先不说你拿不出开户需要的两百万 就算你拿出来 你也没有机会 名额早就满了 何言一听这话 哪里能善罢甘休 不停发各种肉麻的话 夜秋水渐状 又抛出一个鱼儿 你哥和你嫂子不是有一个账户 你就用他们的号入盘就好了 他们是你哥哥 嫂子 总不至于抽你的城 话题引导到这里 何言算是正式入了网 接下来就等着收网了 何言果然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 足够厚颜无耻 直接跑到我们面前 空口白牙地让我们把那个所谓的账户转让给他 和年气的原地打转 没想到他的弟弟这么没有下险 我按照计划 故意惊慌失措 你怎么会知道账户的事 何言一脸得意 你们想背着我赚钱 门都没有 反正那是我哥的账户 当然也应该有我一半 今天你们要么给我两百万 要么把账户转给我 你们可还有女儿呢 替他想想吧 我和他扯皮 转让给你是不可能的 我们也是花大价钱买回来的 但是可以让给你 看你出多少 何言见我服软 得意的不行 把我给他的卡甩我脸上 那就五十万 正好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密码都没给我 就是不想给我这笔钱 厚颜无耻 不愧是他何言 不过越是这样无耻 我下手也就越没有负担 我拿回卡 卡里本来就是我应得的 除此之外 五十万 必须是现金 何言还要说话 我斩钉截铁道 不能少 否则 我们不会答应 我们也不是尼捏的 大不了我们把房子卖了 带女儿回老家 大家谁都拿不到 事情到了这一步 我与何言已经在僵持中了 不过我还有按手 何言现在已经十分信任叶秋水 果断选择向他寻求帮助 叶秋水道 我手投的钱倒是可以借给你 但无凭无据的 你也没有个抵押 我凭什么借给你 这样吧 你不是还有一个拆迁房 见何言有些犹豫 叶秋水道 我们这行就是这样 投资越大 风险越大 但是收益也越大 现在行情看涨 你随便投下个几十万 都是几百万的利润 你拿老房子贷款一百万 除了买账户的五十万 还能投资五十万 这种行情 不出两天就回本了 何言想到之前的三倍回报 五十万在他脑子里已经变成了一百五十万 又变成了四百五十万 被利益冲昏了头脑的何言 满脑子只想到买下账户 就有了一只会下金蛋的鸡 不用叶秋水多怂恿 他直接回老家 把婆婆的房子改到了自己名下 然后抵押给了叶秋水 当然不是真的借的叶秋水 我们贴心地为何言找到了一个高利贷借贷机构 换来的一百万 五十万转手就到了我手里 另外五十万则是叶秋水的辛苦费 不出意料 对于这个小儿子 婆婆一直没什么底线 我猜测 她可能是想着 就算房子没了 他们一样可以住在我家 可惜他们错了 我们是一个完整的家庭 有着自己的生活 不是他们两个人的接盘侠 交换了现金和所谓的账户 何年看着何言 给了弟弟最后一句忠告 希望你不要后悔 何言反而上手想摸我的脸 吟笑着 嫂子 你们现在哪还有多少钱 要不然你来伺候伺候我 我养你好了 何年把我挡身后 又被我拉开 我上前直接给了她一个耳光 叶秋水还给我带来一些意外消息 何言明显是做梦做大了 打上了叶秋水的主意 带着她出去喝酒 不过这个王八 怎么可能知道 叶秋水可是谦卑不醉的酒神 见何言人士不行 叶秋水直接指纹解锁何言手机 然后把微信数据复制给了我 原来 何言不是要借用我家的房子 而是真的要霸占 其实 她根本就没有什么女朋友 不过就她那个德行 怎么可能有女朋友 她微信里 清清楚楚写着她和朋友的聊天记录 等我进去住一段时间 找人做了何年 反正她一个耸货 凭什么住那么大的房子 我妈说了 她的就是我的 叶秋水还查看了何言的搜索记录 这个恶毒的蠢货居然搜索过很多杀人与毁尸灭迹的办法 除了霸占我家的房子 除掉我的丈夫 何言还想对我下手 用她的原话使 周佩兰那女的 你是没见过 一看就会伺候男人 到时候请你们一起来玩玩 放心 她没了丈夫 一个女的跑不掉 玩一玩就丢 到时候正好把她扫地出门 倒是对着我的女儿 她难得地网开一面 那个小丫头 看起来就挺嫩的 到时候兄弟们一起玩玩 小朋友 可嫩了 跟着不堪入墓地聊天记录映入眼帘 看到这种对话 何年和我心底的最后一丝怜悯也彻底消失 我看着叶秋水 动手吧 两天后 叶秋水给何言发消息 投资失败 币圈崩盘了 警察发现 我们交易金融货币 现在在抓人 你也赶紧避避风头吧 这个账号是我们向特殊渠道借来的账号 一旦单方面拉黑 以何言的能力 根本找不到叶秋水 与此同时 我与丈夫也早卖掉了房子 换了联系方式 与他们断掉了联系 我们本来就想要换一个生活环境 正好摆脱这两个吸血鬼 何言彻底失去了我们的联系方式 又害怕警察找上门 只能夹着尾巴回老家 然而他想不到的是 真正可怕的地方还在后面 很快 就有高利贷机构不断上门催收利息 他们可不是和年 可以容忍和言的欠钱不还 三天两天上门打杂 拿棍子指着和言的鼻子大骂 很快 本来就瘦削的和言在这种折磨下更是食不下咽夜不能寐 婆婆也是天天以泪洗面 两人互相指责 过不了多久 高利贷地失去耐心 上门收房 和言与对方大打出手 失手之下 居然捅伤了人 这下他彻底成了过街老鼠 当天就偷跑了 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只剩下一个无家可归的婆婆 虽然他不是一个尽责的婆婆 甚至可以称得上恶婆婆 但是他毕竟是个老人 和年给他在乡下找了一个养老院 每个月定期给他祭点钱 这就是尽了孝心了 但是当婆婆握住和年的手 求他把他接回家赡养 我们都只能表示 爱莫能助 毕竟 我们曾经给过他晚辈对于长辈的关怀 但是他从来不曾回应过一丝丝的关心 这是他应得的结果 只要他在接下来特日子里不再作妖 我们一定会让他在养老院有一个安定的晚年 但是要是他在打什么歪主意 我也不会怕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太太